Lun Sang 教授 老師不會去告訴他說你錯了 很對 老師會把正確的說法再一次告訴他 可能講兩次、三次 他不會去批評小孩子 也不會去告訴他你不對 然後小孩子幾次之後 他自然就會知道怎麼樣正確去使用 老師可能會給你的任務 然後小朋友彼此互相會去問對方 或去交談、交別 然後老師可能會在旁邊指導他們 他跟我們講的是一串一串的句子 而且還是很有邏輯的句子 他會說I go to school 他後來這邊回去的時候 他會跟我說I went to school 我們大人把它叫文法 對他而言 他就比較用英文的方式去思考 我們是用中文翻英文的方式去思考 我覺得這個也差 對他而言 拜天不是去上英文課 他是到BC去網 所以他就每個禮拜天 會開心的來這邊玩 所以我們就讓孩子繼續上家去 所以我們到處這裡 我會想去 máxim 我每個禮拜的故事 來到這裡 我會想到今天